曼城了,曼城就顛縫鬥狂龍 那這個,摩納哥首先呢,他就沒有出到這個是莫天奴的 那基本上呢,明顯呢,他就是一致那麼淺的 就是踢反擊和跟你踢對攻 就是不經中場,不組織的了 摩納哥一心來到這個呢,是伊德哈德球場的做法 那第一球球呢,其實一開始呢 曼城給我的感覺呢,可以說是不錯的 那因為即使沒有了耶穌也好 他們在前面的球員後插入這個 這個申尼和這個史特寧呢 其實叫做是不錯的 那這個申尼呢,即使他那個是 全中球的質素很差 但是也都是掌握到一個就是摩納哥後防 企委和位置感不好的問題出現 而是傳送了給史特寧呢,是先開紀錄的 1比0啦,好啦 1比0之後呢,就是出現另一個問題了 就是為什麼這個曼城又要重複呢 是後場猜球呢 因為其實如果呢,後場猜球來說呢 曼城在這個英超呢 打到去差不多後期啦 聖誕節之後呢,其實已經撕掉了鋪引的了 已經呢,是沒有在後場猜球 而且呢,球隊的進行得都是順滑了 順利了的 那但是今天不知道為什麼 對著摩納哥一開球上半場又是開始後場猜球 那我都講過了,曼城是沒有能力從後場猜上來的 可以跟哥迪奧拿解釋的地方就是他們可能很明白摩納哥的反擊很快 而後防線未必能捱得住 所以他們很希望呢,是故意拖慢比賽節奏 或者呢,是多些呢,是用控球呢 是去抵消摩納哥呢,是反擊的次數的 那但是問題是出了在這裏了 就是後場猜球呢,就出了事了 再進一步呢,是解釋了曼城 依然呢,未有這個能力呢,是可以由後場猜上來的 那失的第一球球就是由後場打算猜球上來呢 那就是落了在呢,這個是摩納哥的中前場的位置斷了 被摩納哥的費賓奧呢,是斬個漂亮球給法卡奧呢 是頂成一比一的 那也都是明顯看得到呢 後場猜球這個東西,曼城真的不要再試了 那好了,接著就一個第一個呢 就叫出現了第一個是轉捏點的 就是亞古路那邊的是12碼呢 是沒有判到的 那這球球呢,又是再一步看得到呢 摩納哥的防線呢,是不騙人呢 那亞古路輕鬆呢,是入攝了的 那這球球呢,就球證就出了亞古路呢 就是插水,也都給了王牌他 那這方面呢,我個人覺得呢 是有些覺得亞古路不值呢 因為這球球其實明顯 亞古路清脆是推過了門障的 而且呢,其實如果門障不出腳 亞古路不跌的話 其實他有機會射這個空門呢 那也是具體地過了門障的 那門障也都是伸了一隻腳出來 那即使沒有低高呢 那其實也都是呢,是沒有碰到那個球 也都呢,是叫做是有輕微接觸了亞古路 那也都是剪掉了亞古路呢 那條走路的路線的 那所以呢,我覺得這球球呢 其實應該是要出發門障多些 那有一點點抖亞古路不值呢 那事實上就是這樣的了 出現了這球球之後,反過來對方一攻 那就入了2比1 那就是2比1呢 那就是2比1呢,是摩納哥領先的那球球 明顯呢,就是鳴欺你這個 這個慢城後防線是緩慢的 那也都是過了對手的後防線 這樣去過半單刀機會 那射回近處的 那就是卡華華路呢,有少少個身往後 就是當然呢,是雞蛋挑骨頭 因為這球球當然是太近 那但是卡華華路當然的身是有點往後 所以呢,是黨的範圍是少了的 好啦,那就是2比1了 摩納哥領先了 好啦,那就去到2比2了 2比2那方面呢 其實也都在2比2之前 又有一個轉捏點的 就是出現了法卡奧的12碼蛇室 那首先呢,這球球12碼是發生的理由呢 就是,這個是,這個是 這是,這個是,這個是,這個是 這是,這個是,這是從後攔截 那從後攔截其實是真的應該要 吹一個12碼給摩納哥的 OK,那這個12碼呢,就很有趣 這個法卡奧呢,竟然間呢 等了很久,他都不射 等了很久,他都不射 那我就其實覺得,咦,他是不是 沒聽到吹雞呢? 但是我就是聽到四、五下呢 就是吹雞的,那包括呢 就是球證那一刻吹雞 還有呢,就是球迷那些吹雞 那些吹雞聲,那就亂七八糟 那我就不知道法卡奧在想什麼 就是,就是,看個畫面啦,看個動作啦 看個神情啦,我覺得他是有些 心大心細的,就是,他又想 應不應該突破呢? 或者應不應該呢,是射地球呢? 還是射高球呢? 那就是,我覺得他是 就是,是之前想要太過多啊 那所以,就躺了一個,就不是很有威脅力的 是十二馬出來 那卡奧說,要讚一讚他啦 就完全捉到路啊 好啦,不能夠呢,是拉開三一呢 其實就是摩納哥這場賽事呢 是最大的問題啦 因為,如果拉不開這個是三一呢 那就結果呢,就是 給這個呢,是萬成呢 就在下半場的階段,就追回呢 就是二二的 好啦,其實如果拉開三一呢 明顯呢,情況是會很大不同的 因為,精神力量是 絕對是會完全去光呢 就是摩納哥那邊的 那就是,亞古路呢 就是一個反擊呢 那也都是要再進一步呢 就是解釋,我就不明白 為什麼摩納哥 既然你是領先二一 你是領先二一 為什麼不縮後少少呢? 為什麼都會被萬成可以打到反擊出來呢? 那,亞古路是 就是,變成呢 是具體地呢 是打到反擊的 那就是,亞古路這個反擊呢 就是射球來說呢 射得不漂亮的 完全呢 是,重心腳的那個企圍呢 就是,其實亞古路的 是個人跑蹦速度 都不是很出得到那個波的了 所以,其實呢 他只能夠射到近柱的 但是問題就是門將 送禮的 可以叫做 那個波其實呢 叫做 射近柱呢 有省死,沒有入波 不過問題就是 門將呢 竟然間呢 就是,不夠手力 不夠手力 這樣就 讓了那個波入網 2比2 好了 那,2比2來講呢 在這一刻呢 其實如果我是這個 摩納哥的教練呢 其實我覺得呢 是收貨的 其實呢 就是,你不需要呢 是太過呢 是刻意進攻的了 你可以縮後少少的了 那,問題就是 摩納哥呢 整場他都是沒有變的 繼續攻,OK 那,繼續攻呢 其實他們都有呢 是回報的 他們是攻到3比2 摩納哥其實又再到領先的 那,就是史東斯的問題了 那,史東斯 就是這球球呢 摩納哥當然呢 又是欺負你這個 是曼城的防線 和中後長球員 花不切呢 那,但其實這球球呢 照的就不會入的 但是,史東斯 就不知道為什麼 又漏了一個著述位 給這個呢 是法卡奧的中路呢 是切入了 那,其實最緊要呢 就是後衛不好 給對方的前鋒呢 是切入中路啊 那,史東斯竟然犯了這麼大的錯誤 那,跟著呢 就是 法卡奧切入了中路呢 那,就是卡華佬呢 叫做 走出來呢 就是封位的 那,但是這個法卡奧呢 是乖巧地呢 這個是 擠入了一個 是凹入了的 那,這個球呢 法卡奧是盡顯攻架的 那,但是法卡奧就是 這場球有些是挑釋的地方 就是 他射不入12碼 那,如果3-1 他既然在4-1呢 其實就 這個曼城呢 就是 丁白如山倒了 那,現在呢 就是放虎歸山 那,3-2之後呢 這個曼城呢 不好意思 這個摩納哥呢 又攻 摩納哥又攻 那,基本上呢 他們也是沒有留意過自己防線的漏洞 那,其實呢 就是連續塞兩個 角球呢 就是殺死了摩納哥 那,第一個角球呢 明顯啊 明顯啊 是完全沒有給壓力這個阿古路 給他呢 是寫一個漂亮的鍋裡啊 那摩納 阿古路這球 這場球呢 其實是 對手的後防呢 是不是給他太大的壓力 所以阿古路今天的表現可以說是不錯 那,但是 話說回頭就是 對手的後衛呢 是不給壓力阿古路的 那,第二個角球呢 又是呢 就是不騙人的 完全不騙人的 那,伏兵的是 那,其他東西呢 就是刺激啊 任他射 OK 那,就是贏到這一個呢 是4比3 其實呢 去到這個時間呢 作為摩納哥的教練呢 其實也是呢 可以說一句 其實你輸到4比3都好呢 對你來說呢 都是有優勢的 因為你入了三個是作客入球 即使你是作客的情況下 在曼城的主場落敗4比3呢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你有三個作客入球在手呢 你回到他主場呢 你贏1-0又可以 你贏2-1又可以 你贏3-2都可以的 其實呢 這個時候呢 這個摩納哥呢 是應該要縮後的了 應該是要穩守回後面 或者是換一些後防球員出來呢 去填中間的漏洞位置 但是很可惜哦 他們也是沒有理會的 他們也是打算4-4 他們也是想4-4 他們打算4-4是有可能的 那結果呢 就被曼城呢 又是偷到雞 那要贏一贏 阿古魯呢 是插入得很漂亮的 又是沒有人想阿古魯呢 是吧 完全是沒有給到任何的壓力 阿古魯讓阿古魯涉入 好了 阿古魯涉入 那當然呢 這球邦要贏一贏 乖巧地呢 是無私送給這個申尼 是射成5-3的 那5-3就很不同了 5-3和4-3的分別呢 就是這個摩納哥呢 去到他們的主場呢 是要贏2-0-3-1 或者4-2呢 才可以進級的 那5-3呢 其實就是 對於曼城來說 是一個比較上 是好一點點的結果 對於摩納哥來說 就是一個愚蠢的結果 因為其實他們 2-2啊 去到3-2 其實他們已經可以 是叫做收夠醜 縮後的 但是他們沒有這樣做到 其實都是摩納哥 整體上上下下 整隊球隊是經驗值的問題 那還有教練呢 臨場調動 或者學不成那些新孩子的問題來的 好了 那就是去到這個呢 是5-3的情況呢 那其實你見到這個 摩納哥還上攻 那當然去到5-3 他們攻呢 又有回理由了 但是其實整場球呢 就是摩納哥好像給個比分呢 就是 就是他們沒有怎樣留意過那個比分的 也都沒有想過自己 其實已經入了很多座入球了 好了 那就是完啦 那一場賽事完啦 那可以這樣講啦 可以這樣講啦 那曼城呢 後防線的確是 不是很捱得住這個摩納哥 而其實整隊 整場球來說呢 雖然結構性上面 他們贏了5-3 但是其實你看到體能的演繹 速度的表達呢 其實都是不夠這幫新孩子好的 那所以呢 其實呢 雖然呢 現在呢 是叫做領先的 是兩球 相差是有兩球 那 但是如果去到 摩納哥的主場呢 其實是會有些不同的 那 因為呢 對手是主場啦 而且對手的體能 還有呢 那個速度呢 其實一定是優勝過你 曼城的 在先天性上面 體能也都是好些的 那加上呢 呢 曼城呢 其實現在開始呢 會進入一個比較頻繁的賽事的 無論是英超呢 還有他們捉總盃 又要重賽的 那這幾方面呢 其實曼城是有隱憂的 那摩納哥其實他們可以呢 不理聯賽的 可以跟你曼城拼一場的 那所以 反過來講呢 這個 去到下一個回合呢 曼城依然呢 不能夠釣以輕心 不能夠釣以輕心 那就是 曼城去到下一場球呢 我覺得呢 他們不應該呢 是太過攻擊力的 曼城應該呢 是要 齋踢 找手突擊 那反而呢 對曼城自己來說 是會好些的 那就是 看看怎樣呢 去到下一個回合呢 其實呢 曼城的隱憂是未解除的 那但是 摩納哥那方面 摩納哥那方面呢 如果要給我評論呢 如果摩納哥去到下一個回合 他們是僥倖可以過到曼城都好呢 那因為呢 他們對球是沒有防線的 沒有後防線的 那但是 可以這樣講呢 因為 這個歐聯的 這個賽制是有 作下入球優惠的 那所以呢 摩納哥這對球呢 可能 他是會 有機會呢 蠻頭烏鷹 是入到很多的再入球啊 那不能夠排除呢 如果他僥倖過到曼城呢 他一路殺上去呢 他未必 不能夠入到決賽啊 他有機會入到決賽的 這些球隊 他可以靠一些再入球 和你打成呢 是5比5啊 6比6 然後就靠再入球呢 就進去後些階段的位置 那但是如果是防守那麼差呢 即使去到決賽呢 其實你拿冠軍的機會呢 都是不大的啊 摩納哥啊 這個就是我對 這兩對球的最後評論 和最後的advice 是